Amenda老师 家里的事要议好不好 什么星座的女...我们有 什么星座的女人 可以从这种烂感情当中 有办法全身而退 我们赶快看看自己星盘当中的 太阳以及上升星座来做观察 当我们遇到感情不太顺利的时候 能够全身而退的几率如何 首先第三名可以全身而退的星座是 双子座的朋友 原因在于 整理自我重新出发 我们说双子座的人很懂得转念 对不对 而且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星座 他们对于危机的觉察度也非常高 比方说先生突然没事 每天都晚个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才到家 或者是他这一阵子 晚上都会半夜起来看手机看简讯 有的星座会觉得可能公事很忙 但是对双子座来说 他就会开始 那个红灯就会开始警报气响 然后一旦发觉真的这个感情 不能够继续下去的时候 他们会在脑中开始规划逃生路线 我该找哪个律师 我这个财产该怎么做 他们脑中会开始转动 会开始有一些应变措施 所以比较有机会全身而退 那么第二名 如果有落在射手座的朋友 原因是因为奔向未来毫不眷恋 好 其实像圣梅射手座 对不对 射手座其实他虽然常常看起来大而化之 但他确实是十二星座当中 只要他们愿意 他们是那种很古溜的一个星座 就是真的遇到感情的危机 或是他觉得这个男生不OK的时候 他们可以溜的非常的快 而且射手座的人是很看向未来的 对于说我们可能过去已经交往了什么 五年 十年 对他们来说 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旦他真的下定决心的时候 他们是直接往前看 我未来还有 我人生还有那么多年要过 这个才是重要的 所以是有机会全身而退的第二名 那么第一名呢 如果有落在水瓶座的朋友 好 原因就是因为理性思考 切割过往 好 对水瓶座的人 真的非常懂得断舍离 不仅仅是感情 平常可能居家当中 动不动每一季都要整理一下衣服 不需要的就淘汰掉 对感情也是 他们绝对设有一个底线 比方说像刚刚玉佩老师说的 这个谈情可以谈钱免谈 就是这个男人 一旦跟我开始借钱的时候 我觉得不OK 才到我的底线了 免谈 或者是呢 这个另一半说要创业 我可能说OK 我现在存款有三百万 我可以支助你 但是再多就没有了 一旦你真的 跟我要过多的东西的时候呢 我就会开始思考 我是不是该断舍离了 好 其实我们常常有句俗话说 这个我们叫不醒自愿沉睡的人 就是有的女性朋友 我们会觉得说 我有这样的特质 但是为什么老师你讲 可是我的感情还是一团烂泥 那是因为你自己不愿意真的好像好好的爱自己 因为真的爱自己 重视自己并不代表我们要做一个很自私的人 你知道吗 就是女人在感情当中真的不能委屈 因为你一委屈一不开心 其实彼此的互动都会不愉快的 所以好好的爱自己 就算我们没上访的话 跟他们学习一下如何好好的全身而退 好好的爱自己也是非常棒的 老师那你就挑明了说好了 有什么星座的人就是牵肠挂肚 就是让自己陷在这一段 真的拨一桶水下去 他还是不行的 好啊很多 就是一直装睡的 对 好 比如说像双鱼座的特质 比较强烈的可能就会容易催眠自己 好 会抱持着一个美好的想象 对 所以盛梅姐其实是有一点矛盾的 我都一直以为我嫁给郭台梅 就比较容易催眠自己 我告诉你 对 我唯一为你感到信心的是说 你在职场上还有 还算清醒 没有 但是很有自己的一片天 那这样还很好啊 对 好 所以双鱼座特质比较强烈的人 或是有时候像巨蟹跟摩羯特质强 他们为了责任 他们不见得是说催眠自己 但会为了责任而停在一段 自己不是那么开心的一段感情当中 为了孩子或者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 对 但是其实可以留下来 但前提是对自己的爱要够 要懂得真的 这个尊重自己 对方才会尊重你